今天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听到 女人要想活得好,不得不看的几句忠告 一,靠自己,你才是女王 女人最重要的一刻,是要学会独立 不依赖谁,不倚靠谁,骄傲的生活 就算有人说,要养你,也千万不要当真 他说的我养你,并不是让你在家看书写字,养尊处优 而是让你任劳任怨,包揽所有的家务 事实上,我养你是世界上最毒的情话 它会毁掉你的自律,使你失去自我,沦为他人的附庸 靠自己,你才是女王 就算路再难走,但所有你付出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那些艰难的经历终将使你成为更好的人 要想过出自己的精彩,你要懂得经营好自己 无论你现在多大,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年龄不应该成为束缚你的理由 从能力到容貌,女人还是要尽可能让自己出色些 你要相信,当你变得足够优秀时 那些美好的事物自然会主动找到你 二,别把所有人都想得太好 性格太单纯,不是一件好事 有的女人不喜欢玩心眼 喜欢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 习惯把所有人都想得太好 对别人的请求也是有求必应 以为自己已成相待 一定也能收获同样的回报 但是你要知道,总是有些人 是你付出多少真心,也无济于事的 你把全部都给他,他还会嫌你给的不够多 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是感情 最难测的是人心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很傻很天真 也不是所有事都会如你所愿 从今以后,只对珍惜你的人好 善良并防备着,真诚并谨慎着 三,看一个男人值不值得嫁 首先要看他的家庭和朋友 爱情中的女人是盲目的 陷入爱情之后,往往轻易地就把自己交了出去 婚后发现错付了,也悔之万矣 当你决定要嫁给一个男人之前 首先要好好地观察他的家庭和朋友 看他的家庭,不是看他家有没有钱 而是看他的家庭够不够和谐 会不会是一方遗旨气势,另一方忍气吞声 会不会夫妻双方看上去像是长期冷战,缺乏沟通 更要看自己男人的态度 会不会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 或者觉得很正常 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 感情观可能也会有问题 看他的朋友,不是看朋友多不多 更要看他们的人品怎么样 如果说家庭是无法自己选择的 那自己选的朋友无疑最能体现出 他是什么样的性格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倘若他在你面前表现得温柔体贴 而他的朋友却不尊重女性 满嘴乌言晦语 那这多半也是他的真实面目 四,很多感情都败给了三观不合 我认识很多对情侣 明明是相爱的 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不开心 为了一点不值一提的小事 就大吵大闹起来 难得有一个两个人都休息的假期 他想在家好好地睡上一觉 但是他呢,却想利用这几天 去附近的镇子上玩一圈 他花了小半个月的工资 买了一套非常喜欢的化妆品 自己觉得很开心 但是对方却阴沉着脸 埋怨他乱花钱 他觉得前任是不能触碰的禁区 自己也自觉拉黑了前任的所有联系方式 就当是死了 但是他呢,却不以为然 觉得没有必要闹得太僵 甚至偶尔还会聊聊天 在这些分歧上面 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错 只是各自的人生观 金钱观 爱情观 有所不同 才会矛盾重重 更多的是因为两个人都不愿让步 宁愿吵个天翻地覆 这样的感情只会让你觉得 疲劳 余生 还是要和三观合适 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 五 再爱一个人 也要有自己的底线 深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天雷沟地火 觉得自己可以为他上刀山下火海 可以为了他做任何事 但是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它不是一个人的单方面付出 而是两个人的共同付出 即使你再爱一个男人 也必须要有自己的底线 绝不能因为爱一个人 就放弃了自己的尊严 背弃了自己的父母 抛弃了自己的工作 如果有人让你一味地牺牲自我 那到了最后 他也一定会牺牲你 当你爱上一个男人 期待的是得到他的呵护和尊重 而不是爱到丧失了自己 六 善于沟通能解决很多问题 很多时候两个人的矛盾 都是因为缺乏沟通造成的 很多女人以为自己的另一半 是最懂自己的人 以为自己即使什么都不说 他也会懂你 然而更多的情况是 你不说 他以为你不介意 你生气 他说你阴阳怪气 当你的情绪越积累越多 像滚雪球一样爆发之后 他反而会觉得你小题大做 这样的状态 其实不利于感情的长久稳定 也会让自己受了太多委屈 反而是那些小吵小闹不断的人 却一路这样走到了白头 男人都是粗线条的动物 有些事你不说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懂 如果你能有话明说 不让男人去猜 不仅你可以发泄情绪 他也能有一个解释的机会 你们之间会更加和谐 任何时候良好的沟通 都是生活的必需品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 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 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时你可能脆弱的 一句话就泪流满面 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 走了很长的路 尽管这一路磕磕绊绊 也许同你一路前行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 可是当你回首的时候 你看到的只有愈发坚定的脚印 和深厚灿烂的风景 未来的日子 愿你三冬暖 愿你春不寒 余生做一个有风骨的女子 不迎合 不昧俗 不将就 好了今天的文章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